可以看到現在陸續下雨的狀況 颱風北上之後整個雨帶已經慢慢會影響到中部跟南部地區 北部地區的降雨已經持續在減弱當中 來看一下整個未來的趨勢 在今天晚上之後北部地區的降雨會持續減少 但是中部南部地區會持續 而且還會持續好幾天 這種情況要特別要提醒 其實我們可以從衛星圖也可以看到 颱風北上之後 其實我們看到南海是一個大低壓的雲氣 它會跟著台灣的颱風北上之後 西南方的影響會影響到中部南部地區 特別在南部的山區的部分 會有比較明顯降雨 而且蠻持續提醒中南部地區 雖然颱風出現遠離 其實為了降雨的話也不能掉以輕心 以上是最新的颱風動態說明